好的 再带您来看到的是 花莲市长魏佳燕 受邀前往爱买花莲店 接受来自花莲县 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以及企业的爱新奉献 总计或捐价值50万元的爱买礼券 那么是提供花莲市工作 在捐赠淡季食物银行较为匮乏时 可以运用在添购有需要的物资用品 国际知名企业BinX 在爱花莲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引介之下 多年来持续挹注爱新经费到花莲 今年还特别捐赠50万元爱买礼券 提供花莲市工作所来充足食物银行内容 爱花莲基金会也有结合了 相关BinX的一个企业来做相关的捐赠 那我们在这一次也共计捐出 预计要捐出50万的一个礼券的部分 然后让食物银行里面所欠缺的物资 可以得以来做相关的充实 来帮助需要帮助的朋友 那食物银行是嘉贤镇内所创设的 那我们希望它不只是帮助到花莲市 花莲县的朋友 那全国如果是在花莲工作有急需的 也可以到那个地方来领取相关物资 那我非常感谢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 未来我们又继续支持食物银行 让它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原本只说要捐10万元 一转眼企业加码到50万 花莲市公所和花莲市民代表会都十分感谢 也真的非常感动 本来原本是说BX要捐10万给我们的食物银行 那下午经过一番讨论之后 加码变50万 那其实刚刚进来真的很感动 那差点讲不出话来 那其实我们要帮忙的人非常多 尤其是我们现在不限说 那有13乡镇的朋友 应该都会来这边申请一些急难的一个部分 包括我们食物银行的这些部分 那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帮忙 那在这边要特别感谢BX跟爱花莲基金会 非常感谢我们魏嘉燕市长 那还有我们爱花莲基金会的魏嘉贤董事长 那长期以来替花莲需要照顾的人 争取了相当多的资源 那也非常感谢BX来到花莲 来关心花莲每一个需要关注的市民 那往后花莲市民代表会也会全力的来支持 我们魏嘉燕市长针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推动 除了企业捐款 爱买百货也会提供最优惠的折扣 让这一笔爱新款项发挥更大效益 市长魏嘉燕感谢来自各界捐助 让真正有需要的民众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 绝对会欢迎市报道